有多久没见 没打给电话 我的朋友 现在你们还好吗 听说有人一成家 有人还浪迹天涯 岁月时光 燃烧着青春年华 听着忘情水长达 看着偶像都变老了 才知道要告诉你 好好珍惜保护它 男人站着别趴下 有泪不起你的擦 就算前方坎坷 狂风暴雨 还在我的脸颊 男人在乎也不怕 心中有梦闯天下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啊 有多久没见 没打个电话 我的朋友 现在你们还好吗 听说有人一成家 有人还浪迹天涯 岁月时光 岁月时光 燃烧着青春年华 听着忘情水长达 看着偶像都变老了 才知道要告诉你 好好珍惜保护它 男人站着别趴下 有泪不起你的擦 就算前方坎坷 就算前方坎坷 狂风暴雨 还在我的脸颊 男人在乎也不怕 心中有梦闯天下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啊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啊 男人站着别趴下 有泪不进你的擦 就算前方坎坷 狂风暴雨 排在我的脸颊 男人在乎也不怕 心中有梦闯天下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啊 男人站着别趴下 男人站着别趴下 有泪不进你的擦 就算前方坎坷 狂风暴雨 还在我的脸颊 男人在乎也不怕 心中有梦闯天下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啊 他在50米的高塔上睡着了 每天工作都不容易 最近 一段电力工人 在高塔上睡着的视频 在快楼上是 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工作要爬上 百米的高塔 只有吃饭的时候 才会下来 短暂的休息也只能 在百米的高塔上 搁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高处的恐惧 感恩这些 默默付出的电力工人 其实每个人的工作背后 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每个人都不可能 轻松的赚大钱 一定是要通过很大的努力 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 事